呂学章 国民党的立委 他说规划能力将一化 其实是没话说 但是呢 他跟地方的亲近是不够的 所以他之前只担任过 研考会的主委 后续到底是好是坏 说实在还要再看 杨泰顺这个文化大学 政治系组主任杨老师 他说呢 他是学者出身 但是执行能力 恐怕大家也是会打一个问号 问号不是否定 因为大家还要再看 然后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质疑 其实我想请教曲老师 最主要最主要 对于新任的内政部长 江仪化的批评或是忧虑呢 就是在于他只是一个学者 学者从政 第一个内政部事情那么多 第二个扭轨折审 你要去跟人拔弱 要去跟人喝热酒 教育 学者怎么可能驾驭得了 这么大的一台车子 我想主持人 第一个就问我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因为 你也是学者 可能也相对来讲 我跟仪化也比较 相对来讲我们比较熟悉一点 我在台大念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 他在念大学部的三年级 那么后来他出国 他到耶鲁大学去念 拿着政治学博士 那么回来以后 他就回我们母系呢 开始从事教书的工作 我必须要这样讲 那么尤其仪化他的专长是学的政治思想 从一个政治学的学者 特别是做政治学的研究工作来说 江仪化是一个非常非常称职的一个学者 到现在为止我们国内写有关介绍自由主义的这一方面的政治思想的书 我不敢讲说没有 觉得没有其他人写的比他好 但他写的是相当好的 那么所以说作为一个学者 他是非常称职的 但是呢 刚刚主持人你刚才也列出很多人的评价 或者说预估 就是说认为说他的规划能力可能比较没有问题 但是执行力可能也会有问题 我想从他的经历上来看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对他的执行力这个部分 那么有太多的佐证能够去说明说 他一定能做 这个我没办法说 虽然他的确是我学弟 但是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一点 就是他到底有没有执行力 因为我们做学者的经常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我们对于政策 确实我们会有一些建议 会有一些思考 会有一些规划的能力 但是呢 因为尤其行政工作 他本身是整合各部分的资源来做协调跟领导的工作 那这一部分呢 江一话呢 他其实在政府里面只有一年多一点点的经验 他甚至于到今天为止 据我所知 他可能连系主任都还没有做 就出来了 所以换句话 他的行政经验确实是非常嫩的 所以现在各界对于他的质疑 我必须要很客观的说 不能说没有道理 但是我们也 这一点我们因为他既然已经被任命了 上台了 所以站在我的 特别是站在我的立场 我会觉得说 我会给予他非常深刻的一个祝福 那么我觉得说 他有机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因为他比较没包袱 因为我们刚才讲他没有 他没有那些隔离的事情 所以他比较没有包袱 因此他在做资源分配配置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更脑筋更清楚一点 不受到派系的或者说地方的过度的牵制 这是我们对他寄望的 但是滴滴确确实他会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搞不好他的缺点就是他的优点 就是他跟地方派系没有那么大的结合 所以他不會說只照顧哪一個派系 可是我很擔心學者的一個很大的優點 也是他的缺點 就是說我好好來讀書 我好好來研究一下 結果我們再看到說 這麼多 名證 戶證 地證 什麼通通都是內政部管的 然後每一個公文簽到部長的手中 就是說我再來研究一下 更換的 更換的 我再來讀書 讀資料這個 這會不會導致於整個政策的推動 會有阻礙 可是幾次大哥 我要再請教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也都知道內政部這麼龐雜一個部 難道中華民國建國以來 有真的那麼天之聰盈的 那個內政部長 這些都懂嗎 我們到底需要什麼內政部長 我想應該想一個很簡單的觀點 說這個官場是要歷練成熟才去當官 我舉個例子 大家都當記者 採訪主任沒有當過記者來領導你 你有沒有辦法服氣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說 我們現在只能期待說 推出了這個人從來沒有 這是大聯盟的比賽 現在已經推出一個完全不曉 他能不能投球的 投球實力好像好像還在3A 表現還不錯的上來 現在情況這樣子 我先補充前面 我們講這個吳敦義 大家政論節目看這麼多 都講一塊叫聰明 一個人二十歲的人說你聰明 這個小孩子了不起 六十歲說你聰明的時候 恐怕要檢討的是你自己 說這臺灣人又勇氣 基本上是只差沒有這麼講 你一個人六十歲稱讚 你就一定說你這個人很有智慧 很有思考事情的能力 而不是聰明 聰明是格局比較小的事情 現在我們比較擔心說 這個很多評價 其實坦白講不是那麼正念 所以我們叫達賴 大概都會用智慧 而不是用聰明 沒有人會講說達賴很聰明 那我就問曲老師 你為什麼講說吳院長是聰明 而不講他是有智慧 有慈悲心的人 當然我是說一般 我們大家都認為他很聰明 那也換句話講 你的聰明沒有負面的意思 我沒有負面 但是也沒有什麼正面的意思 就是我只是轉述 跟他相處的人 都有這個感覺 那我回到剛剛那個 這麼多有哪一個天資聰明的 有智慧又聰明的部長 真的可以掌握這麼多 因為這麼短的時間 叫一個人來進入 這樣的部會情況 其實那是蠻困難的 我們上到前面看 料料理他也知道說 舉例他舊風災 他知道說這個風災真的很嚴重 馬上進入第一線 那個身段跟能力 是為什麼 因為他經過這些列 他知道地方上這些事情 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我認為說 在這麼多的人選裡面 尤其是內政部是第一大部 竟然沒有辦法選到一個合格的人 或者能夠承擔這麼大責任的人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很驚訝的事 因為中舊官場 他不是開玩笑的地方 他是你今天開始 接下來馬上你要面對 以他的 以這個江宇華來說 他馬上面對 他完全都不懂的事情 這是他很難做決策 一個就是你去做採訪 或者你做一件事情 會做決策 就是因為你對這事情有基本的認知跟瞭解 以他的經驗來看的話 他基本上對內政的所有事情 應該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樣講 可能對他不公平 他如果研考會都幹過了 他怎麼可能對內政部的職務 都不了解 所以我來補充 如果這樣講的話 以前陳水扁只當過市長 他就不應該當總統 對呀 馬英九只當過市長 他就不應該當總統 所以民進黨在說這些人 只有縣市首長的歷練 不能當格魁跟副格魁 我不贊同 所有去看蘇貞昌 去看游錫坤 去看謝長廷 去看他們的所有行政院長 當初不是只有縣市首長 民意代表跟黨職的歷練嗎 那如果他們可以做 為什麼這些人不可以做 你可以批評 批評什麼 他過去的政績不好 你可以批評 批評他的政治性格太強 他滑頭 你可以這樣批評 但是你不可以批評 他沒有做過 相關部會首長的歷練 會帶不起這個步 我認為這個批評是不對的 那回過頭來講 我剛剛已經談到 剛剛大家在談的這個問題 今天有沒有托付重任 有 馬英九總統講了 劉兆璇院長走之前 也跟他講了 今天的重點是什麼 災後重建 他最先要表現 你剛剛講了這麼多 哪些要有優先順序 當然是災後重建 災後重建的在這一塊 你剛剛也給大家看了 除了有正常運作的預算以外 他還有200多億的預算 這200多億的預算 拿在手上怎麼發出去 這是很難的 因為這都是南部的重要縣市 南部的重要縣市裡面 大家想到了 就是綁裝 大家想到了 還有這些民意代表 在批評的 難道不是都是這種思考嗎 如果跳脫這種思考 我們長治久安 這裡面重創了非常多 請問嘉義的阿里山 要不要復健 怎麼復健 小火車都已經壞成這樣 路都沒有辦法上了 未來還是要坐小火車嗎 我覺得這裡面有非常深刻的問題要處理 可是有沒有辦法三個月 還是只把這些預算花下去了 如果去年的擴大內需是個錯誤 那個執行效率是低的 今天要告訴大家 你執行力 這些人上來可以好 恐怕還是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 可是我要請教楊老師 因為你在這邊都還沒講話 我們再來看看財經 內政的部分當然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 江儀化的一些簡介 我們等一下就好好來談一下 財經內閣的部分 江儀化是耶魯大學政治學的博士 他先前是臺大社科院的副院長 雖然他沒當過系主任 可是他也幹到副院長 所以他也許在行政歷練上 其實也還不錯 但是他之前是行政院 研考會的主委 在回國之後呢 他是任教職 並沒有政治的經歷 或者叫包袱 這個都見仁見智 看你怎麼解釋 換句話說 是一張白紙 那白紙看你怎麼畫 你可以把它畫得很漂亮 但是也很可能畫得亂七八糟 然後不過他有一個爭議的部分 就是說他講出來公務人員到中國大陸 去不算是出國 那大家說你怎麼會講這話 他說依照現行的制度 其實這個真的不就出國了 我們來談一下他之前的講法 他說所謂赴大陸地區 不等同出國的說法 是因為大陸地區是屬於特殊性質的區域 可是不是說把中國就當同我國 這樣子一個說法 另外他也積極推動組織改造 還有沿泥修法 遊說立法院協調各部會的這樣子一個經歷 可是我們來看到接下來包括安置的部分 重建的部分 這個部分會牽涉到剛剛金蘭所說的錢怎麼用 更重要是土地你如何取得私有土地 台塘這些國有財產土地 你如何變更成為這些永久安置的地 還有這些橋樑修復的問題 河川整治國土規劃 當然有一些是交通部有一些是經濟部的職責 可是內政部在這中間 包括國土規劃等等是很重要很重要 除了內政部會讓人家擔心說 究竟這樣一話能不能表現得好